医生跟我说 你爸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是因为他没办法排便排尿 所以他的肚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非常大 整个是这样这么大一个 对 腹水 所以医生建议爸爸去洗肾 因为洗肾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一些毒素排出 但因为他的情况比较危急 无法用快速的洗肾 必须洗24小时的洗肾 我去问我爸说 爸 你还想活吗 点点头 我说我知道你怕痛 起身不舒服 要不要赌一把 你决定就好 我不勉强你 你看你怎么想 我都尊重你的决定 什么决定我们都尊重你 因为身体是你的 你有自主权 他考虑一下好就洗吧 他后来讲了一句话 让我放下这个仇恨 我去33年 那个喷铁乐式的那个小男孩 33年 我把我爸抱起来 他在床上 马桶在这里 我把他抱起来 他手拆扶着我 他完全是无力的这样子 我抱着他 然后上去厕所 然后帮他擦尿 擦屎之类的 抱起来 大家上病床之前 还这样拍拍我 儿子啊 谢谢 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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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很坚持 什么治疗都不做 为什么 对啊 怕痛啊 他就说他怕痛 生病也很痛啊 对然后 再来就是说 我听说就是有 可能圈内大哥大姐 帮他预约挂号 他从医院的后门落跑 这样 就不愿意面对医生 因为他很怕 应该要说我爸很怕 事实的真相 所以会选择逃避 那个真相 因为有时候知道事实 可能心情上就会影响 对 所以他那时候 这八年 十年 他就是跟我说 就是与这个大肠和平共处 他就用他喜乐的心 来面对他就好了 OK 他是这样跟我说 我们想半天原来真相 就是怕痛而已 这么简单 对因为我爸是一个怕痛 然后怕 真的是怕痛的一个人 OK 对就是 不要看他一副这样 真的小厚的面 没有 他真的很怕痛 其实你还挺了解你爸爸 但是你跟这个父子关系 跟他们的母女关系 比起来 蛮不一样的 他们两个是相依为命 你听说以前是更不熟 非常陌生 一年只见一次啊 对啊 我因为我三岁之前跟我生母嘛 三岁之后 我就跟着我爷爷奶奶 咕咕 生活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一年大概看我爸 一次至两次 就大概是在 在哪 就过年吗 过年的时候年夜饭 他回来大概半个小时就离开了 他就说他很忙 那时候的我 永远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然后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爸爸 阿嬷说 那是你爸爸 要不要忘记 就是要记得他的名字叫爸爸 所以我没有忘记他叫爸爸 但是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爸爸是一个名词 并不是一个动词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爸爸 可是为什么我要叫你爸爸 你生我 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互动 然后以前我爸还说我都会回去看你啊 可是我都不知道 因为小时候在睡觉那种小朋友 半夜三四点四五点早 不知道睡在哪里去了 所以他有回来看我也不会知道 那是后来长大我才知道说爸爸 我为什么这么忙 是因为以前在餐厅就一档接一档 北中南这样跑 其实要回家机会很少 所以关于跟马休关系不关系这个状况不一样 是因为他跟妈妈是相处在一块 对对对对 可是我跟我爸是完全没有住在一块 完全一直都没有过 一直处于很陌生 这样的状况小时候对你发生蛮重大的影响 听说你曾经在家里写个字 大字就是你的心情写恨啊 没有本来写小梁 结果变恨 那样 看完下 看完下 好冷哦 对不起 对不起 等于那时候国中啦 算国中叛逆期 对 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些行为 让家人注意到我 对 其实要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我 很希望你们了解我 而不是你们好像把我丢在这个地方 就觉得我会自然的长大 我会自然的懂事 你们说 像以前我爸爸说 你没有父亲的爱 但是你有三个姑姑的爱 我觉得这句话很不负责 你不可以这样讲 这是不能被取代的 对对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举牌说 希望我当爸爸他当儿子 因为我懂 我更懂什么叫爱 示范一下什么叫动词的爸爸 过来 不是 对我觉得 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是一个 最微妙的起初的出发点 那我爸可能一开始出发点不懂 用这个为主轴 所以变成我跟他关系会有点陌生 你在家里还挥菜刀 恨到挥菜刀 没有挥菜刀啦 是我那时候 那时候我想到用喷铁垃圾 好像没有什么一起注意 这样还没有人一起注意 没有人发现那个字 果中 就可能 就没有人发现那个字啊 我喷了可能喷瘦痣 哈哈哈 天哪 那真的也很被忽略 那时候是第一次这样 第二次是又更 不知道情绪又来了这样 然后我就拿家里那个刀子 然后 好像每一个人都会 有那个沙发床 有没有 我就把它剁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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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刀子 你会被注意了吧 这个 这招被打超惨的 哈哈哈 打到 这有点注意的引起关注 我那时候连续被打 打三天哦 打到 就是 我整个两个卡撑都是肿的 然后脸也是肿的 全身都是受伤 因为我孤雯拿那个 实力控有没有 然后烧成这么粗哦 像童军棍一样 这样 刷这样打 哦 那你有得到满足感吗 呃 当时有点快 不 有点快又不行了 哈哈哈 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事情 一定会被打的啊 我是故意的 对你故意的 我故意要他们一起注意 我想他们问我说 你到底怎么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开口 问我你怎么了 嗯 因为我是 我的人是需要你问我 我才会讲 你不问我 还是别在那边 完全不讲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这点 跟我爸蛮像 我们会撑在心里面 所以那次你发泄 结果怎么样 孤雯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行为 嗯 我说 因为我不快乐 他说为什么你不快乐 大家都很爱你 我说 这就是我不快乐的原因 什么叫做大家都很爱我 我需要的是 正常家庭父母的爱 为什么我的同学都有 为什么我没有 啊 为什么永远都是 羡慕别人的母姐会 别人的家庭聚会 而我的家庭聚会就是 爸爸没空 妈妈不在 然后可能家人谁出去 打牌也好 或什么之类 应酬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房间 你讲那个 为什么要把我这样放到那边 最困难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改变过去 它就是发生的 是啊 不过那时候你一直觉得没有完整的爱 但是在你国小毕业典礼 你爸爸用一个很特别的姿态出现 嗯 在这个故事之前 其实我在国小的时候 有曾经跟同学说 哎 我跟你讲 我爸在喝氧 我妈的陈美凤蕾 真的假的 哇 没有人信啊 不相信 不信啊 好 算不讲了 那时候你爸超红的 对 所以我这样讲 人家说我妈的陈美凤蕾 然后算你不信就算了 我刚刚一个最好的朋友讲 他就是不信 而且你又姓曾 对 大家都知道贺一行软贡 我说我爸贺是 本性是姓曾 贺是艺名 对 杨凡也不信杨啊 对不对 然后就跟同学讲他不信嘛 对 后来是有一次同学来家里面 那时候我去半生 在家里吃饭 他说 哎 这个照片好熟悉 好像那个贺一行 我说我就跟你讲 是我爸说 你是不是 那个截取 然后贴 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就有批图了 之类的 他就说 你是不是照片给他合成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是国小毕业典礼 然后突然看 怎么校长主任 然后学生 然后前排后排 大家都往后看 哎呦 是发生什么事 我也很好奇 我也转过来看一下 哎 我爸来了 我跑过去说 爸怎么会来 而且他那个服装很奇特 白色 没有没有 叫白色 他戴墨镜 然后穿黑皮衣 哦 然后 这还不酷哦 牵了一只狗 哇 牵一只狗干嘛 这什么梗啊 我不知道这什么收梗 是是是 然后踩在那边 我说爸你怎么会来 他说 我刚好遛狗 经过 你会遛到国父经典馆来 你没住呢 然后我就好 你遛狗就对了 没有啦 今天是你这个 毕业典礼 哇 就想说给你一个惊喜 又开去啦 爸爸想要 又不好意思啊 然后找个理由 说我来遛狗 他说我来遛狗的 然后这时候 他第一次做了一些 让我很感动的事情 他就从后面拿出了一盒东西 一只手表 然后送我人生中第一只表 哦 他都记得 他好有综艺梗哦 你这个时候 我刚才前一天有打给他 你儿子妈在哔了 我才记得啊 博中的时候 曾经被砍了12刀 两次命为通知 有这么严重啊 其实这指教是这样 是高一的时候 高一 高一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封一个线上的游戏 叫天堂 天天打天堂 天天上天堂 那时候打一打天堂呢 因为高中嘛 还在发育 肚子会饿 然后半夜我就 打给我同学 刚好我咕咕咕咕障 去美国 家里没大人 多好 出去吃东西这样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同学说 欸 你会不会饿 我们去附近吃那个豆浆好不好 饿好了 半夜两点多 但我不知道我这个同学 还揪了两个我不认识的人 一起来同桌吃 吃宵夜 结果一看他们就 全身都是有半家 包手 就是 公庙的孩子 然后吃完我买完单 他们就先走 然后大概走 大概才过两个红绿灯吧 在家里附近一个十字路口 然后突然一台车子 逆向冲过来 然后结果我同学跟我说 正常赶快跑 然后我说 我没跟人家结怨 我干嘛跑 然后就车子下来 五个人就拿刀下来了 然后就一个先过来 就先扛我一刀 为什么要扛你啊 所以我现在跟你解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扛地道说 我说什么情况 对 他说 你有什么胖壞的朋友 说我为什么要打他的朋友 我说我没了 没了第二句就五个人开始砍乱砍 然后就 然后就所以 一开始我 就是手被砍 然后因为他这边插进来 刀头这边出来 我自己把他拉出来 因为我要抢他刀砍他 因为这时候就是那种身上心头就起来 怎么可以输咧 一个砍五个人 你也撞过去啊 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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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手 然后就刀头来这边啊 真的 好糟糕 所以我这根就断掉了 然后后来我因为要转过来 然后要跑跑 因为真的打不过 然后就我这个背一直被捅 然后后来捅到就是连就是 有一刀穿到肺部 哇 所以肺破了 很长耶 结果我就躺在地上 然后手也动 我自己搀扶 然后我要叫电车 电车不敢载 因为我是扶着车门 然后旁边有路边的车 然后要叫车 然后接着就看到我加速逃逸 因为他吓死 全都会喷血 天啊 然后后来是刚好 我那个同学还算有心 我刚好斜对面 我一个亲戚坐那边 他去敲他们的门 按门一说 真早被砍快死了 所以那时候才叫了救护车 然后上救护车 然后到医院 然后就发了两张病危通知 然后书写输了十二代 我在记得 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救护车上 我那时候我表哥 我阿姑一直打我的脸很大力 怕你睡觉 因为我说我好累 我想睡 然后已经 已经口渴到一个不行 已经血流成变泡沫了 就是要流干了 流血变泡沫 不是因为没有血啦 我已经流干了 他已经真的命在旦夕了 命在旦夕了 就要死了 然后我阿姑就 不能睡 不能睡 然后后来就到医院去输血 结果后来到医院的时候 他说请你家人来 我说拜托不要跟家人讲 因为他说怎么可能 你未成年耶 结果后来 他们就跟我阿嬷讲 我阿嬷第一个到医院 他看到我在交流病 有整个贪乱的立像库 因为我还插了胸管 对 然后人家伤回来了 对 然后后来 被我姑姑知道 我姑姑姑知道 就搭了隔天第一班 从美国圣河西飞回来台湾 那你爸爸呢 他大概隔周吧 不是隔周 到几天后 因为那时候我意识不是很清醒 他大概几天后 就来到交流病房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爸爸落泪 他说 怎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就吃宵夜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砍 这不是衰吗 所以就是他们认错人 认错 就被人 他砍到一半问我 说你是谁 衰吧 真的太衰了 对 然后我也问他你是谁 他砍一砍说 你谁 我说我上次座人 我说你谁 他说 打不错了 他就拗了 哇 你没人太死了 你真的 那时候还没姓祖 太夸张了 差点被打死了 就差点被砍死了 真的啊 幸亏你那时候还年轻 那后来怎么解决呢 这些人呢 这干人等呢 这些人呢 刚好都住家里附近 所以然后都有抓出来 然后就 然后他没有未成年 所以只能上 那个少年法庭 OK 半夜真的赶快回家睡 问一下若犬 你怎么看他们父子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 志豪他在家里的这些反抗 试图引起注意的行为 他写的是恨嘛 其实所有的恨 都是因为心中有爱的渴望 那他对于这种父亲的渴望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无奈的 因为有些人 他父亲是不在的 或因为工作要去外国等等 他其实是知道 父亲就在我这个台湾 可是我明明有 但是我却看不到 摸不到 我没有办法享受到 那种父亲的爱 就是很爱 可是爱的时候有那种落空 所以会对爱有一种失落感 会有一种恨的情绪 那时候真的是 对 可是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那种恨 他就是因为很渴望爱 因为他还在 对 你知道 如果今天爸爸不在了 是OK的哦 因为他要去承受 去接纳那种孤儿或单亲的感觉 他明明就知道爸爸在 在为什么不爱我 对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 能影响到你后来的交友关系 甚至你对婚姻的想法 会 就是我交女朋友 会很希望可以长久一点 因为我很渴望有自己的家 对 渴望有自己的家庭 就跟你小时候不一样 对 就是我觉得上一代的恩恩怨怨 那不关我的事 那是你们上一代的事情 从我这一代就要改变 改变是什么 从我这边改变 有一个完整的正常的家庭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 不敢太轻易碰触婚姻 因为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单亲 不要说单亲 因为爸妈都没有在身边 我也不知道他们单亲 所以就是没有这层关系 所以对于我 我不敢乱去碰是 我很怕 或不会不适合 或不对 又离婚 那我何必结这个婚 这就是我一直不敢去 太轻易碰触婚姻的关系 所以你既渴望 就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至少听说一开始你爸爸是 反对你进演艺圈的 不支持不鼓励 然后也不特别反对 真的 他说三步 三步 他好像说你不够帅 也不够丑 不够有趣 他说你帅也不够帅 丑也不够丑 你在中间其实蛮尴尬的 然后说你高也不够高 说你矮也不够矮 他说你要矮比娜都矮 然后高比高比高 他真的很显力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要不要做幕后好了 他说一开始这样讲 但你还是去报名星光大道 其实那时候我是 先在西餐厅助唱 然后从那种两人组 就一个keyboard song 然后大家在那边吃那种 平价牛排 然后在那边唱 然后也不会讲话 跟白痴一样 接下来下一首歌是 再下一首歌是超白痴的 因为我第一次出登场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后来是唱一唱 开始唱到就是 比较高级一点的地方 然后开始有整个full band 从两人组唱到四人组 然后唱一唱我们店里面的 店经理就说 志豪你会唱歌 怎么没有想过去星光 我说算了啦 然后他们就偷偷拿我的资料 去报名 就后来通知我说 你记得下礼拜哦 去那个什么海选 百人初选 我说蛤 哪里 他说电视台 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我们帮你报好名了 所以代表大家都很看好你啊 他们觉得我可以 你看对啊 所以我就去了 就就开始 百人初选过了之后 就一路一直比到前十强 这样子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觉得说 哎哟 我额爪好像是真的能唱 他说是不是就say好 节目say好 我说怎么跟 歌唱比赛怎么say啊 你要每一个都唱错了 这一百不可能 一定靠实力的 你也是进到这个圈子之后 你们变熟了 对进入这个圈子之后 开始中间彼此有互动 然后有彼此的话题 然后彼此在跟彼此聊天的时候 比较不知道该聊什么 比较会有共同话题 我觉得这些蛮好的事情 因为之前那么小 他跟我聊他圈内东西 我也不懂 然后他跟我讲一些 黄的也不适合 对 那或讲一些 他排桌上的 也不适合小孩子听 真的是进了这个圈子 然后开始听了很多 大哥大姐聊天 他跟我讲说 我开始有共鸣这样子 他真的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从六口那段就知道了 那么这样还要六口 对 哎呦共鸣 很怪吧 对 后来听说他私底下 他常常拜托很多大哥大姐 要特别关照你 我第一次发觉 他好像真的有在乎我 关注我是因为 他把我比赛的影片 都传给各个圈内的大哥大姐 比如蔡小虎啊 龙千玉啊 蔡秋凤啊 罗时锋啊 都传啊 都歌坛的那个大哥大姐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 是有几次做活动 然后小虎哥说 哎你唱我不好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有看 你有时间看电视 没啦你没我穿我的啦 就知道我爸有拉一个like 其实有一千多人都看过 他们都居然都看过 我肯定有收到 对应该也有 然后我就才知道 爸爸在默默的有在关注我 好不容易好像关系变好了 那时候爸爸却倒下了 进到医院五天 好坏 他是因为发高烧而进医院 所以一开始我以为他 那时候还没有疫情 那时候发高烧 我想他应该单纯就是发烧 然后打了 吃了这个止痛药 退烧针 然后吃退烧药应该就可以好 结果怎么发了两天 三天都稍稍退退的 不太对劲 然后我看他的整个气色也不对劲 然后一直都想睡觉 对然后我觉得不太对 那时候我心里是有些有个底 虽然说不是很 应该要先有这个底 但我觉得一 我一个感觉就不好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是哪个主任说 要不要去看一下安宁病房 我就知道意思 那就是确定了 那我也看一看 我就跟我爸的太太Judy姐 我说也不要想太多 说不定你爸爸也可以 多住几天这个安宁病房 你也不要难过 要坚强 因为那时候我突然觉得 自己要像个男人一样 不能倒 真的不能倒 因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就是我 到了倒数第二天 医生跟我说 你爸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是因为他没办法排便排尿 所以他的肚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非常大 整个是这样这么大一个 对 腹水 所以医生建议爸爸去洗肾 因为洗肾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一些毒素排出 但因为他的情况比较危急 无法用快速的洗肾 必须洗24小时的洗肾 哇 我去问我爸说 爸你还想活吗 点点头 我说我知道你怕痛 洗肾不舒服 要不要赌一把 你决定就好 我不勉强你 你看你怎么想 我都尊重你的决定 什么决定我们都尊重你 因为身体是你的 你有自主权 他考虑一下好 就洗吧 就进去交互病房 还是急诊室 去洗24小时 那他洗过程当中会不舒服 我们都有时间去看他 就可以看着时间去探访他 那给他鼓励 然后讲一些 可能不好笑话给他听 我说爸你出来 带你去帮你叫几个年轻的 陪你 不要让你老婆知道 好不好 那到了洗肾完隔天之后 出来到普通病房 然后医院就叫我签了一堆的手续 就是有不急救的 有什么后面的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文件很多 我已经签到 因为Judy姐姐说知道你签吧 你是她儿子 就突然人生当中第一次要签这么多文件 对 这个文件内容是生死的合约 不是保险什么之类的 那个我是第一次遇到 然后那时候我爸已经情况不好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 他后来讲了一句话 让我放下这个仇恨 我许33年 那个喷铁热式的那个小男孩 33年 我把我爸抱起来 他在床上 马桶在这里 我把他抱起来 他手搀扶着我 他完全是无力的这样子 我抱着他 然后上去厕所 然后帮他擦尿 擦屎之类的 抱起来 大家上病床之前 还这样拍拍我 儿子啊谢谢 嗯 够吗 够 他第一次这样跟你讲 第一次 第一次 我觉得再多的怨恨 就这一句谢谢够 因为在爱里面 没有一辈子的恨 这让我学到什么叫爱 也在那个当下 我是要怎么爱人 爱就是要先饶恕别人 你原谅他 其实不只是父母亲需要 你也需要这个原谅 我也要原谅我自己啊 不然我以后怎么爱别人 然后问志豪 为什么会想要唱这首歌 给他把他听 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总是 我觉得有时候 很不公平的时候的心情 我的心情是这样 为什么人要到 往往到那一步才会 把爱说出来 对 为什么爱不及时说 要等到最后没有机会 才让对方知道 其实我们彼此是爱彼此的 嗯 所以我说希望 可以叫我们的名字 是说 希望爸爸可以 回到那个时候 跟我说一句 儿子我爱你 就够了 嗯 对 那这是他内心的渴望 对内心的渴望 嗯 好 又行老师 其实我觉得失去至亲的痛 我觉得是我们心里面 一个很大的黑洞 但它也有可能会 变成我们能够转换自己的 一个很重要的力量